一男一女气喘吁吁的钻出小树林 却看见车旁有个陌生男子 他们吓了一跳以为有人偷拍 但紧接着男子却将一根铁条 顺着车窗边缘插进门锁 原来只是一个撬车偷东西的小毛贼 男人很生气准备上去给他的颜色看看 小偷被抓个正着瞬间吓得呆住 见他这么怂 男人忍不住露出了自信的笑容 不料下一秒 小偷居然无比熟练的从腰间拔出手枪 瞬间从毛贼变成劫匪 杀气腾腾的样子 和刚才判入了两人 男人傻眼了 他脸色煞白语无伦次 为了保命只能高举双手 任由劫匪摸索自己口袋 破财小灾 可没曾想 男人结婚多年 兜里一分钱也掏不出来 劫匪很生气 抬起枪就要杀人泄分 见丈夫有难 女人急忙出身喝止 随后硬着头皮走出树林 把背包扔到劫匪脚下 恳求放他们离开 见女人如此配合 劫匪很是满意 可就在他弯腰紧背包时 男人突然抓起步望 将他打翻在地 结果力道不够没打晕 劫匪倒地后 立刻开枪反击 打得夫妇俩抱头手蹭 只能再次跑进森林躲避 可奇怪的是 劫匪明明没有受伤 但却并未追赶 似乎树林里有什么东西 让杀人如麻的他 宁愿咽下这口气 也绝对不敢靠近 夫妇俩刚钻进树林深处 天上面突然下起暴雨 雨水模糊了他们的视线 慌不择路间 女人跑进一片 白雾弥漫的树林 等回过神来时 才发现丈夫已经不见踪影 她害怕极了 又不敢出声呼喊 怕引来劫匪注意 于是只能像梅头苍蝇一样 继续狂奔 结果 不知过了多久 女人从昏迷中醒来 只觉得眼前天旋地转 额头上更是血流不止 但情况紧急 她还是强撑着站起身 一边小声呼唤丈夫 一边磕磕绊绊地向前走去 然而就在女人以为 事情已经告一段落时 死神却早在不知不觉间 向她伸出了夺命的镰刀 一开始 女人完全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 还以为自己只是掉进树坑里 扭动着想要离开 但很快 她便惊恐地发现 手脚无法动开 身体正不受控制 缓缓下沉 这哪是树坑 分明就是一个身不见体的沼泽 女人彻底慌了神 不安地扭动着身体 同时快速观察四中 想找个能抓住的东西脱困 然而 沼泽周围出其空旷 连根树枝也没有 情急之下 她顾不得是否会被劫匪发现 扯开嗓子大声呼救 真好 男人在附近 听到妻子呼救 便飞奔而至 可看到眼前的一幕 她也乱得阵脚 慌乱中 男人跪在沼泽边 想伸手把妻子拽上去 但距离太远 她只好手忙脚乱地 在附近搜寻 好不容易找到一根长长的木棍 随后趴在地上 远远地伸到妻子面前 女人奋力从淤泥中抽出左手 一把钻住木棍 不肯松开 男人心下大定 只要把妻子拉到岸边 自己就能用手把她拽上岸 可下一秒 男人傻眼了 赶紧安抚妻子 让她不要慌张 但这么一折腾 女人开始以肉眼可见的速度下沉 黑曲曲的沼泽 像一张血盆大口 快速地将她吞噬 女人崩溃了 对死亡的恐惧 让她剧烈挣扎起来 殊不知 在沼泽里 越挣扎 死得就越苦 随着一声淒烈的吵叫 女人瞬间被淤泥吞没 眨眼功夫 我结舌的举动 刚挑进沼泽 男人就后悔了 因为下沉速度 比他想象中还要快 但事已至此 他只能努力克制住恐惧 两只手不停在 湿滑粘腻的淤泥里摸索 试图把妻子拽上来 可随着女人惨白的脸露出水面 男人也彻底陷入了淤泥中央 情况变得更加危急 更糟的是 他们所有物品都在背包里 身上连个打火机也没有 沼泽里的淤泥就像煎冰一样寒冷 要是不尽快逃出去 两人就算不被泥巴闷死 也迟早会被冻死 然而 要想逃出去又谈何容易 夫妇俩只能张开手臂 让身体勉强不再下沉 可随着时间一点点过去 后中的淤泥压得他们凶嫩气短 女人深知 这样干等下去不是办法 便让丈夫抓住自己保持平衡 随后将手伸进冰冷刺骨的淤泥中摸索 哪怕摸到一根粗树枝 也能多几分逃出去的希望 可没曾想 刚摸了一会儿 女人却突然脸色大变 惊恐地说 淤泥深处 有人在摸自己的手 男人愣了愣 以为妻子太紧张出现幻觉 不料 接下来发生了一幕 却彻底击垮了他们的心理防线 突如其来的惊喜 差点把女人吓哭 自己身边不过半米处 竟然藏了一具 死了不知多久的尸体 光是想想 就让他头皮发麻 可更让两人担忧的是 尸体脸部组织有退化痕迹 作为医生的他们一眼就看出 这人是被活活饿死之后 才沉到了淤泥下面 这意味着 他们所在的森林太过偏僻 短时间内 根本不可能等到救援 绝望之际 男人在心底告诉自己 千万要保持镇定 随后伸手从尸体下面 摸出一个湿漉漉的背包 女人也强人恶心 从尸体手中 掰下一把袖极绊绊的猎枪 紧接着 两人把尸体重新沉到淤泥里 然后像开盲盒一样 在背包里翻找能用的物资 可除了一把小刀和打火机之外 便再也没有能用的东西 讽刺的是 男人检查猎枪 发现里面不多不少 正好还剩两颗子弹 似乎冥冥中自由天意 想让他们提前解脱 可是 为了妻子 男人又怎会甘愿放弃 他敏锐地观察到 自己身后有个竖章 于是立刻让妻子 用刀把背包切开 继承一根长长的绳子 只要把一头扔过去套住竖章 他们就能顺着绳子爬上岸 然而 竖章太远 绳子太重 男人无法转身 只能眼睁睁看着妻子不断失败 发现绳子太短 他本想脱下外套 可没有义务保暖 自己很可能会先被冰冷 刺骨的淤泥冻死 求生顿时陷入僵局 就在二人一筹莫展之际 天空突然传来轰鸣 一架红色直升机飞过森林上空 此耳的噪音 就像天籁一般美妙 夫妇俩狂喜不已 急忙挥舞双手 朝天空大声鼓指 可树冠太明 上面的人完全没看到他们 女人急坏了 赶紧从包里掏出一本书 想点燃后 用浓烟吸引注意 但书早被禁失 四周落叶也因为下雨 无法点燃 最后女人只能呆呆地 望着飞机远去 泪水像断线一样 怎么也止不住 见他这样 男人无比心疼 于是一边哭 一边强撑着挤出笑容安慰 滑稽的样子 冲淡了死亡阴霾 女人被逗笑了 调侃说 哪怕注定逃不出去 夫妇俩能死在一起 也是个不错的结局 然而 就在他们深情对视时 女人却突然感到肩膀传了剧痛 裸露在外的皮肤 像是着起一团火 怎么拍也拍不灭 他惊恐地瞪大双眼 连声向丈夫求救 男人伸长脖子看去 发现只是一群 长相奇怪的蚂蚁 把妻子肩膀咬出许多红包 他马上从衣服内兜里 掏出一瓶偷藏的酒 让妻子浇在肩膀上 酒夜刚接触皮肤 蚂蚁们便四散而逃 一瓶酒倒光后 女人的痛处也缓解了许多 他惊魂未定地喘着粗气 不敢相信事情会如此简单 可这才仅仅只是个开始 随着天色逐渐变暗 女人越来越觉得 周围气氛有些不对劲 他仰起头 发现树上 明明落满了成千上万只乌鸦 可诺大的林子里 却落真可闻 一点声音也听不见 如此反常的景象 立刻让女人警觉起来 他拿起背包里 敷满黑泥的望远镜 简单擦拭后 凑到眼前观察 结果发现林子里一切正常 并没有什么奇怪的地方 放下望远镜 女人沉默着思索 还要强烈 他本想让丈夫帮忙看看 不料 男人因为长时间呼吸不畅 已经陷入半昏迷状态 完全没有回应 女人更慌了 呼吸再次变得急促起来 他分力举起猎枪 视线顺着枪管 不停扫来扫去 不管看见什么东西 都会果断扣动扳机 然而扫了一圈后 周围仍旧静悄悄的 什么也没有 说林里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 女人手中的猎枪越来越沉 他的心跳越来越快 那股危险的感觉 也变得越来越强烈 突然 女人身后温度骤降 背上的寒毛全都立了起来 他紧张得要死 可困在淤泥里无法转身 只能放下猎枪 拿起小刀当后视镜 观察情况 可不看不要紧 等望清后面的景象 女人脑袋里嗡的一声 整个人如坠冰角 呆呆地僵在原地 短暂弄神后 女人扔掉小刀 一把抓起猎枪 可由于太过紧张 子弹打偏在地上 他哆嗦着想上膛 不料两手发软 眼前一黑 撕心裂肺地惨叫起来 但很快 他便绝望地发现 和巨蟒缠身的痛苦相比 手上的伤口 实在是微波足道 眨眼功夫 巨蟒粗壮的身体 就像铁箍一样 勒住了女人的胸腔和脖梗 他想张嘴把丈夫唤醒 肺力却吸不进空气 自然也发不出任何声音 恍惚间 眼前天旋地转 女人仿佛看到一束耀眼的白光 像是在为自己指引 前往另一个世界的方向 他彻底绝望了 只想快点结束这一切 但巨蟒似乎冻起了这个念头 反而更加缓慢地收紧躯体 要把猎物一点点折磨至死 他想快些解脱 也成了一种奢望 女人闭上双眼 耳边不断传来 骨头被挤压时 发出的咯咯声 短短几秒钟时间 却像度过了一个世纪那样漫长 当再次睁开眼 巨蟒已经高高昂起脑袋 准备从上往下将他活吞 女人表情猙獰 喉咙里挤出野兽冰死般的嘶吼 可就在他万念俱灰之际 突然 死里逃生 女人又哭又笑 但时间不等人 他抓起蟒头 用力抛开 随后巨蟒和绳子绑在一起 增加程度 紧接着 女人奋力抛出绳子 成功套住鼠妆 艰难地爬到岸上 可上岸之后 她并没有第一时间回头营救丈夫 而是连滚带爬地 朝来势方向跑去 女人心里清楚 仅凭虚弱的自己 根本不可能把丈夫拉上来 两个小时后 女人成功跑出树林 恰好遇上在附近搜寻的救援队 没过多久 奄奄一息的丈夫 也被抬了出来 他们终于得救了